我刚刚好像吃坏肚子了 行快去吧 这边爸帮你盯着 您好 你就是刘洋要相亲的对象吗 是我 来来来 坐坐 我是刘洋的父亲 就是好 就是好帅呀 刘洋肯定挺赢的 他那小子哪有我帅呀 哎姑娘 你笑起来有点怪呀 哪里怪 怪好看的 绿头怪 谢谢了 那绿头怪人还挺好的 说我问你个问题吧 问吧 我和你儿子同时交水理了 你先救谁 那肯定救我的小宝贝了 我怎么办 我说的就是你啊 哎那你儿子怎么办 管他干嘛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为爱情 哈哈哈哈哈哈 算我没了 来给你介绍一下 快叫妈 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我为你妈妈 哈哈哈 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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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和你妈呀 到街上溜达溜达 啊 走嘛 你说吧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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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去 你好美女我今天想起没带火 化陷用一下啊 哎来啦 王阿姨介绍的哈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张名飞性别男 身高体重小义 曾获得青年熬夜生冠军 近期到安息 独播回专业户等于是好 你的师父人还挺多的 一般一般 你也没人要是不 开个玩笑 别生气 你有车没有 大众 大众灰藤十二干 别墅 别墅 没有钱 那里面有什么梦想的 实不相瞒 我的梦想很伟大 就以上这些呢 都是我的梦想 别看我没有 但是这些年遇到困境 遇到窘迫的时候 我总用这么一句话 来激励我自己 就是穷不过三难 穷不过三难 你是因为太穷了 穷妆媳妇 然后没有后代了吧 我因为穷还得过殊荣 穷还能有啥殊荣呢 青年贫穷大赛 形象奈日 乡镇脱贫过单 重点服饰对象 你就说利不利 你也没 那么后代 没服饰对象 你干啥去 我真我太疼我太难了 你终于来了 别说了 那个男朋友管的实在是太严了 你自从谈恋爱之后 你说咋脸 我又又又不严重 你不严重 我又少半年了吧 那你这会怎么出来的 别提了 我跟他说呀 我我坐那个绿皮火车 去出差去了 有秀啊 你干嘛 你干嘛 够了 我还没 我又ong 我又不严重 我又不严重 放心吧 我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 那个我刚吃完吃的那个就是列车员小车退车刚过去 啤酒也要花点水花生瓜子八宝刀来 腿瘦一下来腿瘦一下 嗯 听见了吗宝贝 行行行 哎呀宝贝我先不跟你说了 那个进隧道了他没有信号了 好吧拜拜拜拜 真幸福呀 你还有个电影 你这心情太不好了你跟我聊一会吧 那不行我心情好你万一给我带关于他你 这是不是我男朋友 是啊 那你就不能哄我两句吗 可以哄 那你说 你多喝点热水干线给他领哈份的 果言啊甜甜甜爱总是骗饮的哈 你以前可是叫我小可爱的呀小可爱 小可爱是对丑的特别有气是哪里 哈哈哈哈 你行哈 对对对对对我回来 咋了咋咋咋咋咋咋 我说你这一句话 差不多半年了吧怎么了嗯 那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不太生气 你问吧 你叫吧 贼说一遍 还要呢说了 那我也问你吧 你喜欢我哪里要说两个 下啊还有一个呢 上下 你太野狐我先生 上回生气我可是两天没吃饭啊 那你厉害你瘦几几几你搞我样了 哈哈 这个天是是叫我聊的细C细细的 不是你错了不行 错了 错哪了啊 这你都不知道我错哪我哪是我错哪了 哈哈哈 这肩膀啊 干啥呀 我回家下载个一对找靠谱男朋友 谈甜甜恋爱 你这么说你能谈到哪里去 哈哈 啊 你今天哪里好看啊 那是我哪天不好看啊 你昨天就把我看 你有病吧 啊过了过了过了 哼 就看你给我买口服买包包我也不是原谅你 行行行不买不买 你给我小事 哎 哎听说你这次来的同事很喜欢你啊 哎不是你要这么想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真喜欢是吧 介绍的 你知道什么呀 我姓熊 名兔莫 名兔莫啊 我爸之前大包米牌让熊咬一口 这是我姐你叫啥呀 免贵姓张明沙 张明沙 你身兵也不错嘛 你同学里咋没有照片呢 你这不看到真人了吧 人人不太好看啊 照片也不太好看 哈哈哈哈 你啥ydoll 我当年差一点都成了博士 但是出了那么一点喜怀 啥意外呀 出了没别的 那你有什么梦想吗 我梦想梦想快就伪道 我的梦想就是像我爸一样 月入十万 那是不是收入挺高的呀 也没有了 我爸的梦想 也是月入十万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 两个你呢 我也是 咱们说的 不是男朋友吗 那个 你感觉我怎么样 我们什么时候在 在冷冷 你还让我等到啥时候啊 等到太阳什么时候从西边升起 月亮什么时候从东边落下 什么时候你能生出来的孩子 大家也不可能在一起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没事我和你妈一起叫水 你先救谁 只能救一个呢 那你分掉在哪儿掉多深 一万米深海你先救谁 你说你没事带我妈去深海干嘛 我要去旅游了你先救谁 我妈会有勇 她救你 你妈是不会游泳你先救谁 我也不会游泳 你就是会游泳你就是游泳冠军 你先救谁 那我问你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 就不应该问我这种问题 那我刚才是不喜欢你呢 你先救谁 你都不喜欢我了 我救你干嘛呀 你别心疯了 那你游泳冠冠军 谁好看 哪个闺女 你别告诉我哪个闺蜜 告诉我谁好看 你不告诉我哪个闺蜜 我怎么知道跟谁比较 宋家就宋家 我说宋家谁好看 化妆还是不化妆 化妆 能装还是 能装 彩妆还是能装 彩妆 彩妆不太好分辨呢 那俩素颜谁好看 素颜 我没见过他素颜 我不管你就是高货 谁好看 真没看着 我俩素颜 我俩正常说 谁好看 我俩正常说 不也得分看脸和看身材吗 脸和身材都比 那身材的话那肯定就是 你问他好看 太好 他没问脸呢 那脸呢 也是他好看 亲 我